鼎下阴、打胃、打喉咙全部都出了 你想想江信死人 人家这么惨突然间撤死 你想想过家人 我不理他什么政权都好 整班人博出来联储 你将他变成攻击医管局的事件 好像医管局谋杀他 潘丽瓷所有良刑的大将全部出动 很明显我告诉你现在有两个可能性 一是权来脚往 二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留意现在特区政府相当弱势 只要左派起控 就算抽不到林郑水也好 还有什么?分财? 拿位? 攻击医管局意图何在? 你不是放我几件那些什么穆家俊 什么叶奥东那些放进医管局 你想息事灵人的话 那就好了 医管局范红凌当然打个电话去问李慧琼 喂 干什么呀 为什么会这样 这件事 人制这件事没有说医疗失误的 为什么突然间在党媒这样攻击我 好了 李慧琼就会递张单给范红凌 可以 叫我们民建团帮手好意的 下面这五个人麻烦帮我委任进去医管局的地区联网 和医管局的阿加鲁街的总部的组织 那就搞定了 我告诉你现在Anthony到处打盲无闻 攻击特区政府 你以为以前他知道错了 我告诉你 泛民怎样拉布阻碍我们 长毛那些是明刀明枪 拳来脚王和你 大家明刀明枪打的 打输了就完结了 拉不到布就完结了 你赢不到的你就赢了 这个真的是擂台战来的 但是现在民建联工联会 再加梁振英那些是什么 那些是桌底用弹叉 用飞镖 撩阴腿就是这些独招 打完你 我告诉你 下一波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化东西呢 文化局成立嘛 你文化局成立这个就是党 建制派眼中 以必得之物来的 其实是 文化局政府局长 好了 如果我不在文化界里动起之旗 这个就是中国文革的原因 说到最后就是借群众去夺权而已 现在香港又一样 搞本八国联军 证明就是说 喂 现在香港不行了 那些监察出版业的不行 是吧 不行的话那怎么办 将来文化局成立之后 要把自己人放进去 你知不知道现在放进去民建联 放进去这个政制事务局 这个盛湖的弹散 我知是 大哥一个败选在大埔 连区议会败选 之前最惨的我告诉你 是叶国谦的侄子 就是叶国宗的儿子 叶奥东的本来是 那个民政事务局副局长的位 叶国宗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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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奥东已经是 做过区议会主席了 虽然他败选 但是他在地区服务的经验 如果你说他因为败选 而不委任他 那为什么这个姓胡他行 后面一定是中联办 这个很明显 如果不是怎么会 民建联大佬的侄子 叶奥东 你继资力继各方面 他都是升任这个位友谊 他还升任过徐英伟 竟然堕码 竟然堕码 过了网站之后堕码 现在传出来是 过了品格审查 然后突然堕码 这个肯定这个服务长 就是共产党的人 这个很清楚 现在不止说林郑批争 叶奥东也被人批争 涉完之后批争 涉完之后松增的 这个叫胡建文 胡建文是最过一届的区议会 现在五十四岁 都还是很年轻 但是你看他的样子 是很容易不记得的 你看他的发型 这是典型LEGO头的发型 你玩LEGO的工程师 就是这种犯件 这种弹头 这个样子就像是哪一种 那个样子很像是什么 107栋 何文杰 真的是他 pam 我还拆过韩文杰 是啊 完全是没有可能做官的样子 不是做官的样子 就是拆下样子 因为现在他说做政制事务局 做政制事务局现在要人 因为接下来还要搞两场选举 所以找他搞 但是胡健文这个人 其实他没什么好努力 他也很努力的 努力就是他以前跟着陈克勤 磅出磅又要跟他去选 他自己在YouTube里面又偶尔做节目 在这个陈克勤的YouTube频道里出片 如果你说看他的片大概都是百多view 但是不要紧 总之呢 起码都比王永高的 算不算高就算是这样 最近他不断出铺 去数丑 现在去英国移民的人 因为他以前 原来伦敦帝国学院那边 就是读过书的 之后就去清华那边洗帝 是吧 就是去度金 叫做两边都读过书 以前我过来人 你英国读书也好 怎样都好 很惨的 很折磨的 你英文又说不行 找东西做又难 尤其是脱了勾之后 找东西做又不容易 其实找东西做又不是不容易 如果你去买死落定下的话 其实也不是说找不到 我都知道街坊都陆续找到东西做 但是只不过就是说 其实他就是以偏概全 是吧 就是起码路线上面就跟着足 然后又在那里说 就是早前说什么爱国代理人 就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什么 支联会那些他在那里斗 是吧 移民他在那里斗 他斗争路线来说他做到足 但是这个变成了我看谁 就是西门梓敬那些就抱不停了 大哥 如果你说做YouTuber 西门梓敬也起码十几二十万view 是吧 或者是华记 是吧 都不少东西的 都轮不到你这个胡建文 是什么人来的 大哥 是什么人来的 2019年才做民建联中委 拘劳 一个担保拘劳 拘劳都算 是一个失败的拘劳 败选的拘劳 一个失败的拘劳 做这个政制局的副局长 这个就是你只能够说 是吧 这些就是物以类罪 我觉得是中联办放个人在那里 做keeper 中联办放个人在那里做keeper 你很简单 你分析他的对手 当然不是凡文竞争这个位置的人 如果叶奥东是他的对手 叶国谦的侄 这就是民建联本土派了 香港六十年代的左派 暴动之后 在香港有跟有强的左派 他现在不要这些人 我告诉你 你看他的背景 又清华又牛章 又伦敦帝国大学 机械工程 全部都肯定就是突击入党 摆下去是民建联的人 CV那么漂亮 民建联土炮的那些 其实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是谁说的 这个位置还要是民政事务 你知道 施政报告里面已经把民政事务斩了一半 这个不是民政事务 这个是政制事务 政制事务 政制事务 所以你都知道 实际上现在抓旗的 是大陆佬的了 已经是 曾郭慧都是保守的 这个是保守的保守 所以我说你现在埋位斗争你就知道了 你以为以前政府和泛民斗 就明刀明槍 以往你看看张建宗这些怎么会玩呢 一方面我就拿着李卓人 一方面拿着陈婉贺 两边对冲 贺姐夹我的时候 我就拿李卓人来挡 到李卓人夹我的时候 我就拿工联会来挡 说工联会不赞成的 我搞不定的 你如果给我一条路走 张建宗就很厉害这些平衡 以往呢 特区政府之所以 在一个没有民意授权的情况下 仍然维持一定的民望 正正就是这些官员本身 可以导致政坛里面的两翼 就是左和右 建制和泛民两翼 于是在公众眼中都觉得 就算了 都不是很坏 好了 现在惨了 你和大陆佬合作 现在投降了 整个香港政府就清缴泛民了 帮大陆佬 用公共权力清缴泛民 拉进去坐牢了 好了 拉进去之后 你现在看到了 他们夹爆特区政府是比泛民 比泛民 泛民拿不到位是正常的 他现在不是跟你讲政策 他现在跟你讲位 讲权力 我告诉你 你每一样东西 江信死 为什么抽干水 就是要问医管局拿位 为什么房屋问题不断拿来搞林郑 你委任我的马仔进去房委会 新界发展 你看看刘国勋 已经埋了班了 喂 我们北区这帮驼地 承规会 为什么不放我们进承规会 你要再医松林 那些区 那另一边他们怎么找 就是弄一些顾问公司出来 地产佬 是不是有地想医松啊 是吧 哦 你这些外国公司 或者本地的地产佬 想见李慧琼 找个公司来去 帮你联络吧 这些就是 慢慢就会腐化成为一个利益集团 没有来的 我告诉你 你以为这些民建联 从政为理想 长津湖精神 说的而已 是一班想快 谋求急速上位 但是又没有 泛民那种政治能量的人 就是民建联 其实是 是 我觉得如果你说 这个 这个 胡建文 这一部棋 比我感觉上 尤其是建合你刚才的说法 如果是中联办 他自己安插部队的人 其实现在连中联办 他自己都变了阵 变了阵的意思 这次我们以前以为 这个紫荆党 是他自己身扶植的一班 叫做海归派 就打算从政 在香港大展拳脚 就是由中联办 他们直接 就是 他以前就说 找契制 做什么叫做 独立的候选人 然后扮中立 然后就是跟这个民主派 就去抢位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就是这个中央与地区的矛盾了 就是中央就是代表着 现在就是中联办 就是代表中央 土共就是地方势力 那如果你说中央他直接插手 或者叫做直接管治权 那就应该是找紫荆党 所以紫荆党的时候 就是说 红心壮志 就是说要找成二十万的党员 还是二百万的党员 二十万 是吧 没了声气 没了声气 跟明日大嶼一样 同一时间已经没有人讨论了 是 明日大嶼也是 是 你一看选委会的分析就知道 选委会 紫荆党有没有位置 那两个创办人叫什么名字 就是那两个大陆佬 一个就是瑞讯那里做的 一个就是那个卓月 李山 李山 那个名字一听就知道大陆 还有啊 以前我计的一个 在汤姆做的 黄昇也是 都没有拍的 是吧 是啊 没了影 是不是选委 不知道 但是 你看到他偶尔会 都要出来弹一两句 但是完全没有份量 就是说完之后 都被叶博謙趴回头 那现在 这个选委会出来之后 其实这个布局 是怎样大家不清清楚 这个大赢家依然是民建联 1500个选委里面 民建联是转了10%的 就是最大的持份者 那第二 其实那些剩下的全部都散了 如果你说民建联里面 有中联办直接安插的人的话 就是说他现在就想着民建联 就当是一个大的大台 就拆散里面 有很多字头了 一个 或者是不是应该叫 什么字背 应该是 一个字头里面 然后里面 就培植很多不同的字背 现在你说中联办叫做中字堆 是吧 叶国谦这些就叫做文字堆 文字堆和中字堆 是不是要分开搵食 就是在民建联这个字头里面 现在打争呢 就是除了特区政府里面 建制派民建联很简单 叶国谦 四大天王 以前 程介南不要说 是 曾玉成的就是李慧琼 然后这个谭耀宗 谭耀宗其实就没什么下面了 那到叶国谦 这些就是所谓的六十年代的土共 就不是九七之后才走出来的 就是我们九五年选举已经见过他们了 那所以呢 这些土共呢 相对来说就没有 新这些人呢 对中联办 因为中联办的人换来换去的 其实 实际上他们认识的 这些土共里面的核心呢 他们认识的官呢 很多都离开了中联办的了 但是因为他们在香港盘根挫折 在党里面有自己的派系 所以呢 就是成为民建联里面的主流派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姓胡的 这个黄碧桥的契仔上位 你们看到了 这些就是非主流 在民建联里面的不是主流派来的 嗯 就是属于 就是刚才所说的 民建联创党元老系统以外的人 你会看到越来越多 这些无名无姓的 二打鹿上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就是在03年 曾庆红要求民建联外强质素内树 外树形象内强质素之后呢 突击入党很多 有学历有学位的 这些人很多是共产党安排给他们的 你要记住共产党如何控制自己身边的党派呢 就是他会找一些共产党员呢 去混入去这些大陆的民主党派里面出任领导层 嗯 你以为他会信你曾玉成 谭瑶宗、陈远嫣这些人呢 他都不会信你啦 好了 大量的突击入党 你现在看到穆家贝 穆家晋这些 嗯 很多人以为我不懂他的名字 其实不是 穆家贝是谁呢 就是津巴布韦的大独裁者 是 以故总统 叫穆家贝 是的 这个穆家晋这类 为什么在这个 打这些什么八国联军乃正义之施这些书都这么出位 教联会 准备安排进去做官的 我觉得这些是 他现在就安排什么呢 你民建联就留在立法会就行了 真正掌权那些就是我自己的系 至京党是太子党 他看到过 他偷看到四十二章经 知道中共会大力清洗泛民 看了这个 偷看了剧本之后 以为就是 还不轮到我今次 于是就组织至京党出来 嗯 就想着协着今上的声威 就在香港这个利益 重组的过程里面 分一杯羹 嗯 结果你现在看到呢 唐浪布线 黄雀在后 如果中国大陆各级组织 都是要强化党的绝对领导 香港怎能例外呢 嗯 是吧 吃东西买了淺水湾豪宅 在香港做事啊 现在 不用澳洲了 这个就是当年的丑闻是什么呢 捐助澳洲工党 然后向这个工党的 一个来香港访问的影子外相 就是施压 要求他不准见证 不准见证与石 嗯 这个就是黄向墨 竟然 这些呢 这些呢 就不公衡上了 如果不是 怎会在那里拿完东西之后 正道应该切割了 不是 安排回来香港 继续在香港做统战工作 然后给你一个选委的位置 这些就是你看到的手指毛了 如果不是 没有人没墨 一条这样的弹散 是不是在澳洲拿了东西回来 怎么会无端端做到选委呢 那么你以为清朝泛民之后 就轮到我 哇 李慧琼子早登这个什么 迟早登大位了 泛民死了 大家有没有看过《投名状》这套电影 当时找这个《长毛贼》 《太平天国》 为什么清军 这么多人 打极也打不死这个《长毛贼》 因为《长毛贼》死了之后 清朝还会发军响给这个 江南大营的清军吗 养寇自重就是这个原因 嗯 你现在这帮人 文建联好 林郑月娥好 全部都以为 清朝太太 《长毛贼》之后 接着天下就可坐了 王爵在后啊 现在 嗯 你看到一个这样的政制事务局的副局长也好 将来下一代的所谓问责官员班子 你林郑哪个做都好 究竟将来摆棋的是谁摆? 现在已经在埋位了全部 如果不是江迅这件事 怎么会拿来 这样去抽干水啊 一条死人 嗯 你说梁博 你说那些见到旅景堕海 去请小冯姐出来的那些梁博 还是拿一个建制建筆的撤死事件 来去争夺医管局职为梁博啊 我想问 是吧 这些全部 如果党的绝对领导 不是太子党 咦?不见了涂总 喂 突然消失了 那等曹总回来先了 在这个 曹总消失期间 时间停顿的时候 就 多谢一下这些 一直以来 在我们直播里面 不单止一早 开始在等直播 还有呢 是货金捐助的 这个 这个 批拼汪 认得你的嘴巴头了 那有这个 这个 www张灵斗 呃 刘智聪 他的logo竟然是一个脆字 都相当有脆 杂粗粗 那是Kelvin Chan H-Y-N H-Y-N 还有最新的 E-Ch-N 那 咦? 曹总还没回来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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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哪里 阿尼 是 不知道 无端端弹出去了 但是无端端要reconnect 不知道什么事 哦 是不是说了敏感字啊 没有 没有说话 我听过你说话而已 如果你说敏感字 应该是你那边没有的 哈哈 所以这个黄向墨做选委 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完善选举制度 是一回什么游戏呢 就是螳螂捕舌 王雀在后 最终实现的意图 就是全面将香港的政治资源 公共财政资源 社会资源 全部收归国有 香港版的国进民退 好了 你说喂 清早了教协 那教联会独大 现在 那就赢了 但是问题 大家不要问 那个教联会里面 那个穆家贝是谁插下去的 他是什么人 再不是查一查 是不是在香港出生 就是一目了然 你以为 我这些教育评议会 何汉权 喂 帮他奔走了这么多年 还不是到我 对不起 时间关系我已经焗好了 下一个接班的穆家梅 是吧 蔡若年的助手 蔡若年接杨润鸿 你以为杨润鸿做AO可以做多一届 玩完了 全部都 无论你今届几座也好 要求幼稚园日日升国旗 唱国歌一定要流泪也好 你都不是自己人 说完了 如果中央要直接领导 直接管治的话 你这些土共 我给你个位置 我不会清算你 不过你就在那个位置 说完了 真正掌大权的全部都是我的系 中联办一个电话可以打通整个特区政府 不需要再经历林郑 我告诉你哪个做特首 是不是 我今天要动成品 你明天就帮我抓人 是不是 党媒一讲完 我还要慢慢跟你谈 还要慢慢去礼賓府 跟你林郑月娥谈 因为ades迹 我非常穷 继续 我 在 那个